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央视新闻记者李景慧 我现在依然是在武汉天河机场的候机大厅 此刻在我身边的是来自陕西的医疗队 今天第四第五批医疗队员都将踏上返程的航班 跟我们网友们打招呼吧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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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从陕西来是不是 是 在武汉开不开心啊 这会儿想跟武汉说什么 用陕西话给武汉加个油吧 大家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刚喊的时候来再给我喊一遍 刚说的什么 油咋了 那要回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奋战了多少天了 我们有三十多天 三十多天 这会儿最想念陕西的什么呀 油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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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夹魔 柏面 鸭皮 鸭鸭鸡排 陕西的小吃特别多都想念是不是 喜欢武汉的什么呀 热干面 还有武汉的人民 热干面好吃吗 大家觉得好吃 热干面好吃还是陕西的油泼面好吃 热干面好吃 谢谢大家 大家今天聚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是陕西第四和第五批的医疗队员们 大家马上要登机了 有一首歌想跟我们留下的吗 有 想唱什么 在此时此刻想唱国歌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不是 对 来我们哪位老师起个头我们一起来 对老师 我们请书记来起个头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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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一二 起来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组织我们的血迹长城 中华民族大量 最危险之后 每个人面团 开出对我们的同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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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一心 毛的地人跑步 前进 毛的地人跑步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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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陕西第四批和第五批医疗队 抵达了武汉天河机场 我们今天送别陕西医疗队 送别这些白衣战士 大家好 大家好 来大家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热干面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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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干面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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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多美食等着武汉人民是吧 明天我们要到武汉武大来看樱花 好 今年没看上是吧 今天封着封着呢 我们明年来 明年来 对武汉大学也邀请大家明年来 拜拜 谢谢武汉人民 想看武汉人民 谢谢 好大家可以先准备登机 我们单独跟大家聊一聊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欢迎你们 加油 加油 热干面再见 热干面再见 中国最插蛋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陕西第四批 八床的郑爷爷你会好起来的 加油 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是陕西省第四批医疗队的 呃 队员我叫王飞 您刚才喊的什么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想说八床郑爷爷会好起来的 加油 我们一起履行我们的诺言 加油 跟郑爷爷有什么约定 郑爷爷约定是明年 然后春季到来之前我们一起去井冈山爬山 因为他在病房的时候一个人特别的孤独 然后我就给他看的那个井冈山电视剧 他也回想了这段历史 他说之前毛泽东很厉害 邓小平也很厉害 现在习近平更厉害 所以你们相约一起爬山 是的是的 现在爷爷身体怎么样了 现在目前身体还可以 之前我们我们走的时候他已经脱去监护了 然后批养已经都上来了 整个人状态还可以 就是缺乏锻炼 嗯 所以今天您走了心还留在郑爷爷这 对对对对 虽然我 特别我这想说的是我特别感激怀怀念我的人 但是我也想对我怀念的人说希望你们好好吃饭锻炼身体 身体是第一位希望他们都出院健康 你好 你好 跟我们网友们打招介绍一下您吧 好吧 我们这是陕医省第五批原额医疗队 我们来武汉工作已经一个月了 我们也是奉国家的命令 这次来提供这个心理援助服务的 我们主要是心理援助 对我们主要是一部分服务的就是我们的新冠病人 他们长期的病了以后的绝望啊 一些苦恼啊 这个也就是一部分我们的医务人员 长期高负荷压力的他们的焦虑啊 他们的抑郁和失眠 同时的也是有一些社工团体 和一些志愿者 就我们在心理辅导这方面非常重要 是的 要关注大家的心理问题 是的现在这个是心理问题的 对于新冠治疗的治愈 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您来奋战这么多天 可能您的心都牵挂在您的队员身上啊 您来的时候跟家人怎么说 首先说 这是我们作为每个义务工作者 义不容辞的事情 不是就像我们平常说的 没有天生的英雄 只是我们选择的五位 您这会儿最想见谁 经常见谁啊 见我们家小孙子 您有个小孙子 非常可爱 三岁 他知道爷爷来武汉吗 知道 他在拼图的时候 只知道在武汉 一个多月没见他 我比他想他 想见他 这段时间有跟他视频联系过吗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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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我工作有空的时间 我就和他做一些连线 他非常可爱 也支持我 在这儿好好工作 他会跟爷爷说什么 有些大人教他的 爷爷加油 加油爷爷 这都会说 如果说这样的话 您听到什么情形 还是 怎么 这个 白看脚架 什么 也想早日回去拍摄他 是的 现在武汉的情况 比较稳定了 我们也想早日回去 医疗任务 在等待了我们 我们回去还有任务 还有很重的医疗 还有很重的医疗任务 等待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不是 好了 我们跟医疗队聊 您好 我想我们娱乐电视台 也有小视频 没关系吧 随谈的记者是吧 不 他也有小视频 这怎么了 你们拍医疗队就可以 您好 你好 找一下您 跟我们网友们介绍一下你们 我们是第四批 第四批医疗队的 我们是高西医院 这次主要来的就是 支援那个同心医院 然后 这次来了 哎呀 我们走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不舍 因为有好多回忆都留在了这里 然后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和我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朋友 会再次来到这里 再感受一下 我们曾经站断过的地方 好的 最舍不得谁呀 从这儿走 哎呀 还是这些人民非常热情 嗯 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印象最深刻的 每 反正每一件事情都是 都是值得回忆一辈子的事情 嗯 这会儿 回家最想做什么 回家跟父母一块吃顿饭 还有跟大家 坐在一起聊聊天呀 然后逛个街呀 就是最平凡的事情 来的时候跟爸爸妈妈怎么说的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父母是非常不支持的 然后 会担心你 会担心 然后 他们怎么劝你呢 让你别来 是不是也说过很操心女儿 对对对 非常不舍的 嗯 然后包括来了之后 我父母就是 平常都不善于表达嘛 嗯 然后又说他们一周都没有好好休息 没有好好喝水 然后说自后呢 就是 到以后以后 我跟他 我跟他们不是说家里的情况嘛 然后他们就 嗯 快信了很多 嗯 这会儿想跟爸爸妈妈说什么 嗯 已经平安回来了 等我回家吧 嗯 回家最想跟爸爸妈妈做什么事 一起吃饭 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羊羽叉叉 妈妈要给你做 对对对 好 谢谢 谢谢您 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往登机口走 再跟大家聊一聊 聊一聊 跟我们 这个小朋友 跟我们 网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您叫什么 我叫旭罗雪 您呢 咱们可以一起来聊聊 你好 我是陕西省PCP医疗队的一名队员 也是云林高兴音乐急诊科的一名护士 我叫托丽 今年24岁 24岁 你们都是90号 对我是95年的 95年的 我是96年 嗯 两个都很小 来的时候家人放心你们来吗 说实话 家人是肯定不放心的 直到我走的前一天 就是我们确定的监收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然后我才告诉了父母 然后他们都非常担心我 但是说现在国情就是这样 我们刻不容缓 他们也能理解我们作为一种医疗工作者的心 所以他们也是支持我的 来了以后会跟爸爸妈妈经常联系吗 告诉他们武汉的情况 我来这里已经 我来这里已经34天今天是 我每天和我妈妈打电话 从未接到过 每天几点能跟他们联系啊 每天因为我的班次是早班和晚班 所以每天下午饭的时候 是有时间的 所以我一般在晚餐的时候会和我妈妈打电话 嗯 妈妈跟您说的最多的是什么话 最多的就是为关于一下我的身体健康情况 要让我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防护 还有就是关心这边的武汉人民这个情况 妈妈很牵挂你们 对对对 这往回去想跟他们做什么 我现在最想回去陪一下我外婆 陪外婆 对 对对 因为我走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 让我爸爸妈妈 其实是不要告诉我外婆外公的 因为他们已经年纪大了 并且他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我怕他们担心 嗯 但是还是知道了以后 所以我现在最想回去就是陪一下外公外婆 让外公外婆看到自己 健健康康的回来 对对对 嗯 谢谢您 可以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了解 您先介绍一下 嗯 大家好我是那个 嗯 陕西省第四平原医疗队队队员三分一 我的信特别的少见 就是一二三的三 嗯 然后我来自于陕西安康 嗯 是一个中正医学科的医生 等一下等一下 嗯 然后我们是嗯 2月19号来的武汉 当时我们到交易机场的时候 心情特别的 特别的矛盾 就看着武汉真是 武汉真是 武汉真是受重伤了 然后我们就 我们的决心就是 一定要来这个城市 做一个医务人员 嗯 该做的这个 这是我们义不仁慈的责任 是我们的工作 职责所在 然后来了以后 我们现在是整整在这待了三十四天了 嗯 然后今天呢 我们确实也是带着很多的遗憾 很想的是 但是我想吧 就是 真正武汉 尽早的解封 解封 解封以后我们就可以 平安的回去 也就是凯旋的回去 对 啊 好 咱们支援的是哪家医院 我们在武汉 那个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 同济医院 谢谢您 好 谢谢 马上踏上返程的航班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 嗯 我在武汉的这三十几天里 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然后感受到了武汉人民的热情 然后今天我平安 我平安的返回 然后回去以后 首先想见一下我的爸妈 还有我的奶奶 来的时候 给他们怎么说的 嗯 来的时候 他们很担心我 我很大的支持 我愿意让你来武汉 非常愿意 但是她每天都是为我操制性 您从哪能看出来 他们特别操心你 嗯 有小细节吗 只要我说我下班了 回到房间 我妈就立马给我打电话 我在干什么 这天 嗯 就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她都会很关心的问我 妈妈是不是就一直拿着手机 想跟你联系 只要我没有 妈妈每次给我留言 只要我没有回信息的时候 妈妈每天都很担心 可以说可以说 妈妈每分每秒都在为我担心 现在呢我们今天平安凯旋 想跟妈妈说什么 嗯 妈妈我回来了 不用担心了 妈妈放下心了 你也对得起自己的那身战袍 我终于有能力为祖国可以借一份我自己的力量 好 对给大家准备的花在这里 给大家准备的花在这里 从西安来接大家的是吗 对 稍等一下 今天马上又接大家回去了 是不是之前咱们成务组也送大家来过 对我们送大家来 然后执行包机任务 然后今天再接大家回家 然后今天我也非常激动 能有这个机会 你们也辛苦了 您今天有准备 几个特殊的广播词跟大家说吗 我准备给大家进行一段广播 嗯 我们来记录一下这段珍贵的广播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尊敬的白衣天使们 我是本次航班的称务长黄威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履行约定 在兴灵春暖之时接你们回家 过去这一个多月 中国人用举世瞩目的速度和效率 走出了疫情的至暗时刻 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明媚春光 此时此刻 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安全 最有希望的国度 此生无悔入华下 乃世还在种花家 我们深知这份安全 是你们用血肉之躯 注救的 这份幸运 是你们用人心厚德换来的 这份希望是你们用五味的信念 种下的 在此 请允许我们代表东行全体人员 向你们真诚的道一声 谢谢 幸运有你 山河无恙 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抗疫英雄们 谢谢您 谢谢您跟我们这么动情的分享 我们最后跟大家打招呼 我们就下飞机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陕西第四批和第五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们 大家都已经全员到齐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西安人 致敬我的同乡英雄们 谢谢医疗队 谢谢大家 大家一路平安 最后在我们直播快要结尾 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陕西队的口号呀 好 三二一 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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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大家一路平安 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大家辛苦了 再见 一路平安 辛苦了 再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家航班搭乘的是陕西第四和第五批医疗队的医护队员们 大家今天就要踏上返程的路途了 以及在今天下午这家航班就将降落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陕西省也准备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再迎接同乡英雄们回家 他们已经在武汉奋战了35天了 我们记录过大家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在隔离病房工作的样子 今天终于看到大家 谢区医生疲惫 展露了校园 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感动 大家把心留在了武汉 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 听医护队员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武汉记忆 有的人很牵挂自己所照顾的患者 刚才我们听到有医生小哥哥说 要给扒床的郑爷爷加油 还有我们的护士小姐姐说 来的都没有跟父母说 好我们看到这家航班的客草门已经关闭了 他们即将飞往陕西西安 今天下午陕西省第四批和第五批的医护队员们 大家就将回家了 他们也能见到牵挂他们的人 我们看到的每一位医护队员他们是英雄 他们背后的家人更是英雄背后的英雄 我们向他们致敬 同时我们也向仍在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们致敬 我们现在送别的是陕西第四批和第五批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们 因为我和他们是同乡 我在送别我的同乡英雄们 谢谢他们这三十五天 为武汉为湖北做的一切 陕西人民也会记得他们 会把最深的敬意送给他们 来的时候是寒冬 今天早的时候春暖花开 谢谢医护队员们 温暖了我们一整个寒冬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美的春天 我们祝福他们 祝他们平安 好的 我们这一段直播就到这里 有关武汉的前方情况 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我们向医疗队致敬 谢谢公主